熟悉肖战的朋友们都知道,肖战自从227事件之后,就变得非常低调了,这种低调体现在多方面。 在事业方面,肖战谦虚低调,从不参与炒作,把重心放到演艺事业上去,用心学习,磨练演技,就拿最近的情况来看。 肖战这半年来,基本上很少发微博动态,他的动态要么是公益性质的,要么是一些广告代言,关于肖战自己生活的日常动态,很少很少。 因此,肖战每次发自拍,都会让粉丝们感到兴奋、开心,就在8月19日,肖战时隔几个月再次发自拍,可以看到,肖战这次发了四张照片,前三张是在外边拍摄的风景图,最后一张是动态自拍。 此外,肖战还配文表示,这是囤货,看来,这是肖战之前外出的时候随手拍摄的,不少网友都感慨,肖战太贴心了,他之所以发存货,而不是发及时照片,是有原因的。 肖战担心,发及时照片会暴露位置,然后引起一些粉丝们前来探班,引起不必要的麻烦,所以发了囤货。 从肖战发的这几张风景照可以看出,肖战当时应该是在一片戈壁滩,周围有沙漠、绿洲、草原、小山,一看就是西北那里的风光。 那么,肖战最近去过西北吗? 其实,肖战前段时间还真去过一次西北,为了拍摄《玉谷窑外景》,肖战跟着剧组去了一趟宁夏银川。 这部剧大部分场景都是在横店拍摄的,去宁夏只是完成这部剧的最后一部分拍摄任务。 根据图片网友们推测出,肖战这是去宁夏的时候拍摄的自然风光,应该就是这里了,重头戏来了。 肖战第四张照片是自己的自拍照,要知道,肖战发自拍的次数,那可是趋值可数的。 这次罕见发了一张近距离怼脸自拍,粉丝们都很开心。 可以看到,肖战穿了一件黑色亮片礼服,皮肤白白净净的,发型也很酷,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棒。 旁边可以看到,化妆师正在给肖战打理头发。